就把這個單元結束掉 然後可能就可以進入下一個單元 反正我們這個就慢慢教搭配學者的複習 對不對 請你翻到83頁 哈囉 83頁 我們來看這個水牆練習 這個水牆練習給他三個讚 好 我很明確的跟同學講 這一題不會出現在段考裡面 因為這一題有一點偏難 這一題應該是素甲的同學 考試比較有機會考 但是我們的筆記要寫 我們段考後要收筆記打成記 這樣可以嗎 那我們一起來看看這個題目怎麼做 他說有一個點P叫做1-1 他是某一個二次函數圖形Y一點 這個二次函數長怎樣 長這樣 F of x 等於 負的 s平方 等一下 然後怎麼樣 加1 我這邊隨便畫一個圖喔 這個圖跟這個二次函數可能沒有什麼關係 這個圖是我隨便畫的好不好 這個圖是我隨便畫的 跟這個函數其實沒有關係 因為這二次函數明顯它是一個開口 從哪裡 朝下的拋物線嘛 那我這邊你說我是 你幹嘛不畫標準的圖形 幹嘛隨便畫 欸 你管我 我爽就好對不對 這其實沒有關係 好 然後他就跟你說啦 在這個圖形的外面有一個什麼東西 有一個P點 好這個P點你隨便找 這個P點就在圖形的外面 沒有在圖形上 叫做1-1對不對 我要求通過這個P點 跟這個圖形相切的切線方程式 這樣可以嗎 那你就畫一下這個圖吧 過這個P點 然後跟這個圖形相切的切線方程式 我現在問同學一件事情 要找直線方程式 你應該要知道兩個東西 一個叫做點 一個叫做它的傾斜程度 叫做什麼 叫做斜率對不對 那你說老師這個斜率怎麼算啊 我這邊特別喜歡一種方法 針對這種題型 我喜歡假設切點 來 你這邊令它這個切點叫Q 我們就令切點坐標 好把過程寫清楚 叫做Q Q你要給它什麼代號 這個S座標Y座標 你完全都不知道 所以你現在只能用代號來表示 你要用誰 你們喜歡用AlphaBeta 用TS 還是小A小V 還是什麼 你又給我個代號 Y跟B Y跟B 是嗎 這樣會搞混是嗎 其實也不會 你高興就好了 Y跟B嗎 對 OK 這蠻妙的 但是這樣做沒有違法 OK S座標叫做Y 然後Y座標叫做B 是嗎 對 OK 我沒有意見 我沒有意見 那你是不是只要把這個切點把它找出來 這一題就結束了 為什麼 因為有切點的話 你這邊有兩個點 兩個點是不是可以算斜率 有點有斜率 你就可以寫這題答案 可是你看看 Y跟B是兩個位之數 你需要幾個獨立的關係來解它呢 要兩個 所以我們現在需要找到兩個關係式 你現在慢慢想 我們的第一個關係式從哪裡來 你寫上去 來第一個關係式 來請說 你要怎麼找到Y跟B的第一個關係 帶什麼進去 請問你這個Q點有沒有在這個函數的圖形上 有 所以這個把這個Q點的座標 帶進去 等號要不要成立 當然要啊 對不對 這個點不是在圖形上嗎 對不對 你把它帶進去 這個等號一定要成立 所以你現在把它帶進去喔 我們現在寫多一點 把Q點的座標 叫做Y 倒點B 代入 代入 代入誰呢 F 等於 負的 S平方 加1 對不對 因為這個點在上面嘛 好 好 來 帶進去 Y帶進去 會得到V喔 所以你會得到什麼東西 負的什麼東西 負的Y平方 加上1 會等於多少 會等於B 水啊 找到一個關係了 欸 寫一下寫一下 我再強調一次 這一題我們不會考喔 好不好 因為這一題比較麻煩一點 我們考試不會考這麼麻煩的問題 這數假才會考 這數以後我們不考這麼麻煩 好 欸第一個關係是有喔 來第二個關係是 第二個 關 第二個關係是比較難喔 從哪裡來 你要怎麼找到Y跟V的另外一個關係 欸給兩點可以算什麼 斜率啊 那這兩點我們先來算PQ的斜率好不好 來PQ 就是我們的切線嘛 PQ 直線的斜率 盡量文字說明多一點 讓同學可以看得懂 直線的斜率 好 請問你 斜率怎麼算 給兩點怎麼算斜率 你說 Y座標相減除以S座標相減 重軸差比橫軸差 對吧 這高一就學過 來所以上面是誰 B-1 R下面是誰 Y-1 對不對 Y相減除以S相減 這是斜率的定義嘛 好 欸這個PQ直線是什麼線 是切線喔 那你說老師 那然後呢 欸產生切線斜率的機器 叫做什麼 叫做導函數嘛 所以我們是不是應該要對它做微分 來我們現在要找產生切線斜率的機器 叫做F'X 好欸 這個對S微分你應該會喔 這考試會考 來 這個微分 就是那個 那個叫什麼 穿距變臉嘛 次方怎麼樣 拉下來一次方-1 所以對S微分會得到誰 負二X的幾次方 一次方 所以這邊會變負二X的一次方 常數向的微分是誰 是0喔 我們這次段考就會考這個證明 常數的微分是0 所以你看微完了沒有 微完了 這是產生切線斜率的機器喔 如果我現在把這個Y把它帶進去啊 你看喔 我把這個X換成這個Y 帶入這個點 是不是就可以算出這條切線的斜率 所以請問你F' P'Y會等於多少 欸 就是把X代Y啊 對不對 這只是一個代號而已嘛 對不對 叫做負什麼 負二Y 來 請問這個負二Y就是誰啊 就是這個切線斜率啊 就是誰 就是這個東西啊 叫做V-1 除以多少 Y-1 哇 第二個關係是跑出來了 好 來 你把它框起來 理論上這個題目做到這邊 剩下的都是計算 為什麼呢 你看 有兩個關係對不對 解連力 我一定把Y跟V解出來 絕對沒有問題的 啊 Y跟V解出來 兩點球直線方程式 這是小朋友 我都應該要會的東西嘛 欸 要不要帶同學把它做完 我們把它做完好了好不好 這一個式子怎麼整理 我發現你們不太會整理數學式子喔 你知道同學數學不好有幾個原因嗎 欸我長期觀察下來 我發現同學數學不好 第一個原因是什麼 有人是看不懂題目 就看完題目他一片茫然 他不知道題目在講什麼 他這東西對他來講很陌生 就是他閱讀 他沒有辦法去了解那個題目 就是他也不用算數學 就是他連題目都看不懂 啊有些同學是會做一點點 但是譬如說出現這個式子 你要他去整理 他不會整理 或者他就開始亂寫 啊開始亂寫 答案當然就錯啦 所以我現在都問同學喔 欸這個你要怎麼整理 你說 你會怎麼整理這個式子 我問好奇 你會怎麼整理 我不會直接講啊 你要告訴我你怎麼整理 來問吳宜童 吳宜童你會怎麼整理 你會怎麼去把這個式子 讓他變成另外一個樣子 看起來比較好處理的樣子 -2y下面寫 你說-2y下面怎麼樣 -1 就是他看成-2y除以1 是不是 好OK啊這樣對啊 然後呢 交叉相乘 喔交叉相乘很好 那如果你是這樣想的 當然一點問題都沒有 來交叉相乘 所以1乘上b-1 這邊叫b-1 會等於這裡是-2y乘上y-1 這樣寫很好喔 這樣寫很好 知道嗎 他這樣寫很好 OK 你說我是整理成這樣 接下來的動作是什麼 請問你的v是誰 1-y平方 就把它換掉 把我們的1換成誰 把v換成1-y平方 所以是1-y平方 再-1會等於 來這個把它打開-2y乘y是誰 -2y平方 -2y乘-1是多少 加2y 我這樣慢慢寫應該沒問題吧 好 加1-1不見了對不對 這個-2y我們把它搬到左邊來 變成2y平方 這是-2y平方嘛 搬過來變2y平方 -y平方所以是多少 y平方 等一下我沒有講錯啊 沒有吧 這負的搬過來變剩了嗎 兩個剪一個剩一個 沒錯 然後這個2y搬過來變成剪掉什麼 2y 等於0 怎麼了我寫錯了喔 怎麼了我哪裡寫錯 我有沒有寫錯 不要睡覺 快點有沒有寫錯 有沒有寫錯啦 這會露出疑惑的表情啊 到底有沒有寫錯快點 沒有齁 到這邊我們是不是可以把y解出來 來 y體出來 y乘上y-2 等於0 所以請問你我們的y有幾種情況 y等於0 好 y等於多少 2 有沒有寫錯 沒有錯吧 OK 接下來就討論喔 來 Case 1 我說過這一題比較難嘛 對不對 比如說這樣寫 來 y等於0 這個時候你的V是多少 你的V是1喔 那你的兩個點 來 你現在要兩個點 一個點叫P點 P點 桌標叫11 啊 Q點桌標叫做誰 這時候你Q點桌標已經知道了 不是叫Y倒點V嗎 所以就是誰 就是01啊 給兩個點 這個算直線方程式 這個應該不會很困難嘛 那我們說 那我們說 我們是不是可以先算它的斜率 來 斜率怎麼算 來 y座標相減 1-1 除以S座標相減 1-0 來 這個斜率是多少 這斜率是0喔 是不是這樣子 你們熟悉點解釋嗎 如果不熟 你有替代的方案 還有另外一個叫什麼是 蛤 有另外一種叫做什麼是 叫做Y等於 MS加V 這個是國中就學過的 請問你這叫什麼是 這叫斜結次 這個M叫斜率 這個V叫什麼 Y結距 Y結距對不對 好 所以如果你知道直線可以寫成這樣的話 這一條直線來 Y就等於 M是不是0 所以 它的後面常數項是不是叫做V 那你要怎麼把這個V解出來 很簡單 隨便找一個點帶進去嘛 對不對 你把這個點 T點帶進去 來你告訴我V是多少 V就是1啊 那你這條直線不就知道了嗎 你這條直線叫做誰 叫做Y等於1 這是其中一條 有沒有問題 我們就慢慢教 這是比較難 有一點小難對不對 來 Case 2 第二種情況 是我們的Y等於多少 Y等於2 Y等於2的話請問我們的V是多少呢 Y等於2 我們把它帶到哪裡去 帶到這裡來好了 這邊打開變-4嘛 -4加1 所以V是多少 -3 我們在兩個點都知道 來P點坐標 是題目給的叫1-1 我們的Q點坐標是誰 這你若你假設的呢 這個Q點坐標是誰 YB 那就是2-3 2點可以算斜率啊 來算斜率大概不用10秒鐘吧 1-3 然後下面是1-多少 1-2 這個斜率算出來叫做-4 沒有寫錯齁 好 有斜率 那這條直線我們就可以寫成什麼 Y等於-4的X 再加上V 漂亮啊 對不對 Y等於MS加V嘛 這叫斜結式 記得嗎 我在上次有沒有講過這個東西 你們好像有失憶症對不對 就是我教過什麼都不太記得 好沒關係 那這個V怎麼解 隨便找一個點 找P點跟Q點 你爽就好 來 你要找P還是Q帶進去 你們喜歡哪一個點啊 這兩個點都在這條線上啊 P好不好 我們把P點帶進去 所以1會等於-4 再加上V 我們的V算出來的是誰 算出來就是5嘛 對吧 所以我們的直線就很清楚啦 叫做Y等於什麼 Y等於-4的X 加5 好 有兩條切線囉 寫在你的課本上 請放心下禮拜的考試不會出現這一題 好啊 但這一題也不難對不對 其實就是後面的計算稍微多了一點這樣而已 好的 好啦 那我們就把我們的魔考題拿出來 來我希望你們的魔考 我們還是要把重心放在同學的學測上對不對 相信同學前兩天都有看到自己的那個魔考的成績喔 那個魔考 畢竟是高中老師出的 高中老師出題那個穩定度不太夠 有一題目實在太偏了 我們現在來看那個第九回 來把第九回拿出來 我們上次是不是講到第九回 是嗎 來把第九回那個示範數V的那一本把它拿出來 學測的考古題都很重要喔 因為這個大考這一定是 學測題目是比較漂亮的題目 誒 第九回我們上次講到哪一題 誒 你說我應該有照順序講喔 講到那個總統行政院長那兩題嗎 然後那個什麼三個官員在那裡嗎 好 如果那裡講完的話 那個七那個結衡 我找個時間重新講 因為結衡數V沒有交過 我找個時間因為這個班有數V的同學 結衡的部分我會簡單的重新交一次 好 我留到最後面再交 好不好 就是可能接近學測的時候 我們再把結衡再重新交一次 你先翻到 誒 單選題假裝做完了好不好 反正有生理題嘛 多選題我們先跳過去 考試一般來講多選題都是留在比較後面的地方 請看到選甜題 我們先做選甜 十三題大家一起來喔 十三題這個題目是個很好的問題 這題目我們給他兩個讚 他說有一個不等於是 就是x加什麼我看一下 x加20乘上s-20 再乘上s平方 加x-6 小於0 這是個多向式的不等式對不對 你後面把它畫起來 最大整數解叫做小A 最小整數解叫做小V 那麼請問小A-小V 它的值是多少 所有同學看到這邊 如果你是個經驗豐富的考生啊 看到這個題目 你應該要先從哪個結構下手 你可以令他等於y嘛 對不對 來 這個打開是一個幾次函數 我還擠了幾次 這是四次函數嘛對不對 可是他對你很好喔 他這裡已經幫你把s加20跟s-20分解出來 對不對 你應該要把你的重心放在什麼地方 放在後面這個傢伙 來後面這個傢伙 如果你還記得我們高一教過了 來請看這邊 你令他叫做y y等於s平方 加s-6 OK 我們先不要管前面兩個 我們先來看這個傢伙 如果令他叫做y 這是個開口朝上的拋物線對不對 開口朝上的拋物線 基本上有幾種形態 有三種形態 來你畫在旁邊 我們就一邊講一邊幫你複習 這基本的觀念 那三種形態呢 整個拋物線都在x-0上方 來你告訴我這種形態 我們一般來講稱為叫什麼 這個叫橫正 可以告訴我為什麼叫橫正嗎 什麼叫橫正 什麼意思 y等重點 對 不管你的x是多少帶進去 你對到的y 因為你整個拋物線都在x-0上方 不管你x是多少帶進去 你這個傢伙永遠都會怎麼樣 永遠都會大於0 整個x-0都是你的什麼區 都是你的正號區 這樣可以嗎 對吧 這個叫橫正 這沒有問題 但是有一種情況是這樣喔 來你看 這個拋物線跟x-0相切 這個時候相切有重根對不對 有重根的話代表 如果你去配方 可以把它配成完全平方 他可以配成完全平方 我們那時候說這個叫欠配方 這個配方我寫一下 對吧 還有一種情況 他跟x-0有兩個相異的焦點 有兩個相異的焦點 代表說 這個叫欠什麼 欠什麼 欠分解啊 對不對 他一定可以分解出兩個相異的一次音式嘛 好啦這個不要講那麼多 來請問你喔 橫正欠配方欠分解要看誰 你怎麼知道他是屬於哪一類 國眾有學過看他的什麼事 判別事啊 判別事叫做誰 V平方-4ac對不對 判別事如果小於0叫做恆正 判別事檔於0他剛好相切 判別事如果大於0交於相異兩點 這我們國中都學過 對吧 那你說老師我不知道這個東西 就算你不知道 你看著他 你告訴我 他是屬於恆正還是欠配方 還是欠分解的那一種 他這個數據設計的那麼漂亮 S平方加S-6 你覺得他是屬於哪一類 他是恆正嗎 他是欠什麼 這一看就欠分解啊 為什麼 我分解給你看 來 這個東西他可以寫成這樣 S加20 乘上S-20 S平方加S-6 大概這1 1 這2 3 交叉相乘 中間要加1 所以這邊是加3 這邊是-2 對不對 等一下 我寫錯啊 可以嗎 所以他欠分解 他分解出來是誰 這分解之後是誰 你說 X怎麼樣 -2 乘上X怎麼樣 加3 應該還可以吧 好 做到這裡下一個動作是什麼 欸 我以前教你們的方法就是這樣子啊 來先畫一個素線 來同學把素線畫出來 解不等式就是解什麼 老師 解不等式就是解等式就是解方程式啊 我們在素線上 是不是應該先把它等於0的地方找出來 到底哪些X帶進去會讓它等於0 你告訴我在素線上有什麼地方 帶進去會讓它等於0 我們要找小於0 要找小於0 其實就是要找什麼區 我們最終要找什麼區 負號區 來空起來 我們終究要找的是負號區 到底哪些X帶進去 這些東西乘一乘對不對 最後會變成小於0 我們至終是要找負號區的 我們是要找負號區 可是負號區在哪裡 我不知道 我先找它會等於0的地方 好不好 來等於0的地方有誰呢 來你說 先從最左邊開始 先從素線的比較左邊的地方開始 誰帶進去會讓它等於0 負20啊 來這裡有一個負20對不對 負20再過來一點點是誰 應該是負3 來這裡有個負3 再過來一點點是誰 再來是2 最後最右邊是誰 有一個根叫做20對不對 所以素線被我分成幾段呢 1 2 3 4 5 那接下來就要來討論 這5個區到底分別是什麼區呢 仔細聽喔 因為這種屏幕我可能只能講一次喔 我會講慢一點 請問你 比20大是什麼區 如果你的s大於20的話 通常同學分成兩派 有一派同學他會直接這樣看的 比20大 請問你 加20是正來負的 這是正的對不對 這個是正的 比20大-20正來負的 正的 比20大的話-2正來負的 正的 比20大加3正來負的 4個都是正的 乘起來 當然怎麼樣 是正的 對吧 所以這個區是什麼區 這是正號區對不對 對吧 有些人會用想的 可是呢 我的教學經驗告訴我 有些同學不擅長這樣做 如果你不擅長 我剛剛也有教你一個小撇步 怎麼判斷這個區是什麼區 你帶一個數字就好啦 比20大的數字 比如說你帶一個具體的數字 哪一個數字比20大 不要21喔 我帶100可不可以 可以喔 來 100加20 這是多少 120 是不是正的 100-20 是不是100 100-2多少 98 100加3 103 我就隨便找一個比20大的數字帶進去 你看 正的 成正的 這是正號區 只要找一個人去當代表就可以了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對不對 我覺得這樣做應該是OK的 一般來講是要討論啦 但是如果你不喜歡討論 或者不擅長討論 你就用帶數字的方式 這邊要講一個常見的誤區喔 東學你仔細聽喔 正號區的旁邊一定是負號區嗎 不一定 要看題目本身的結構而定 你現在要不要實際來看看 2到20之間的數字帶進去 四個相乘到底是會大於0還是小於0呢 等於0不可能 因為等於0我們已經找出來了對不對 到底這個區是什麼區 是什麼區呢 你可以找誰2跟20之間 你隨便找個數字帶進去試試看嘛 你喜歡哪個數字呢 譬如說 哪個數字 給個數字啊 哪個數字 啊是30多 2到20之間哪一個數字 隨便 對隨便 10 好那我問你 10加20是正來負的 這30嘛 10減20呢 這負的 10減2呢 正的 10加3呢 正的 三個正一個負 乘起來怎麼樣 小於0 所以這個區是什麼區 負號區 對不對 帶一個數字去檢查嘛 就像我們以前看那個什麼平面嘛 對不對 什麼平面什麼平面一樣 你就找一個點下去檢查就好了嘛 好啦 來同學剩下的交給你 你告訴我 這正號區負號區 那這個什麼區 這正號區 你可以帶0對不對 好0帶進去這正號區 再來旁邊什麼區 負 最後這邊什麼區 正 判斷正負號區 不要緊 可以嗎 判斷完之後 接下來做什麼事呢 我建議同學畫圖 來 哈囉請看我這邊 如果你把它整個打開 它x4次方的係數是正的對不對 正的代表它最後圖形一定怎麼樣 右上升 我們從最右邊開始畫 因為我不知道它中間圖形長什麼樣 但是我知道它最後又上升 我從右邊畫回去喔 來你看這裡喔 本來是右上升對不對 好這裡這裡 正號區嘛 帶進去都是正的 整個圖形都要x軸上方 可是當你等於20的時候 它會變成0喔 接下來請問你 你的圖要怎麼的話 它是會反彈還是會穿過去 它是圖形會反彈這樣上去 還是會穿過x軸 一定會穿過去 因為這裡是什麼區 這裡是負號區了 對不對 你來到負號區 你就要潛水下去了對不對 所以你的圖這邊是不是下去 然後潛水潛水來這裡又變成0 請問你接下來是反彈還是穿過去 一定穿過去 我們那時候有一個口訣叫什麼 雞穿我不穿對不對 其實你也不用記它的口訣 那種口訣都是多餘的東西 你如果稍微畫出它的圖 你就想說 這個四次函數大概長這樣 對 雖不中一不原意對不對 不是很精準 但是應該也差不多了 我們要找什麼區 來看這邊 我們要找什麼區 負號區 負號區在哪裡 在這裡 我把它畫出來 這裡是負號區 好 還有哪裡跟哪裡也是負號區 負20到負3之間也是負號區 好 我們現在終於掌握我們的負號區喔 這個題目最後還有一個小陷阱 來請問你 我的小A是誰 小A他說是什麼東西 最大整數喔 這個負號區裡面嘛對不對 最大整數解釋吧 最大整數到底在這個範圍裡面 哪一個最大的整數帶進去 會讓這個東西小於0呢 你覺得是誰呢 是20嗎 還是19 最大整數解釋是誰 是20還是19 19 為什麼不是20 他這裡沒有等號對不對 如果有等號的話就是20了 來小A等於19 沒有問題對不對 交的很慢 小B是誰呢 小B是最小整數解 最小整數解是在這個藍色範圍裡面 最左邊的那個整數 但有沒有包括負20 沒有 因為這裡沒有等號 所以最小整數解釋是誰 是誰啊 是負19啊 不是嗎 看懂題目嗎 好 他問你A-B A是19 減掉B是多少 負19 短題答案應該是38 OK 你還記得那時候你們考這個示範數B 他題目不是這樣出的 這個題目我改過 他題目是問什麼 你還記得他原來的題目是問什麼嗎 他是問你說這個負號區裡面有幾個什麼東西 有幾個整數解嗎 對不對 那你就一個一個去數就好啊 等不懂 是不是 他原來題目是不是問這個問題 可不可以啊 看一下 行嗎 好 我們再看一題 就讓同學休息好不好 請你看到第14題 哈囉 這個第14題是個很經典的問題 排列組合的經典問題 這個題目請給他四個讚 這一題我們講過一次 如果考出類似結構的東西 希望你會處理 來大家一起看 有六對夫婦共12人 我喜歡把題目視覺化 有六對夫婦嘛 來大A小A 這個表示某一對夫婦可以嗎 大A表示老公 小A表示他太太 這樣可不可以 我們把問題視覺化 有六對嘛 來那接下來是誰 有大A小A當然就有大V跟什麼 小V 大C小C 大豬小豬 大A小A 大A小A 大F小F 這樣有六對嗎 一二三四五六 沒有問題 好 仔細看喔 這個題目我們可能講不完 下一節還要繼續講嗎 他說我要從這12個人裡面 選出一個四人小組 來安排我們出去玩的細節 這個四人小組 必須由這12個人裡面 任選四人去產生 那麼請問你 這四人小組中 至少有一對夫妻檔的組合方式有幾種 這個題目他問什麼 他要選四個人 這四個人至少有什麼 有一對夫妻檔 OK 我這個人解排列組合的問題 我個人的癖好是 我喜歡怎麼樣 我喜歡分類討論 我們先考慮正面的方式好不好 至少一對夫妻檔代表說 我可以分成幾個Case來看 分類討論 你不會有至少一對夫妻檔 那我要選四個人 那我可以分成幾個Case來看 幾個Case你說 至少一對夫妻檔 我要選四個人 所以分成幾種情況來看 幾種 你說幾種 應該是兩種阿 那 Case1是什麼 就剛好有一對夫妻檔嘛 來寫上去阿 一對夫妻檔對不對 另外兩個人就絕對不可能是夫妻的關係 一對夫妻檔 好 那Case2是什麼呢 就是你選到的四個人 剛好是什麼情況 是兩對夫妻檔嘛 這樣不就分成兩種Case來看 那你分開處理就好了 OK 我們嘗試各種角度去處理這個問題 你覺得是一對夫妻檔比較好處理 你覺得是一對夫妻檔比較好處理 還是兩對夫妻檔比較好處理 你覺得哪個比較好算 是Case1比較好算 還是Case2比較好算 我們要選幾人 你先說他題目不是說選四個人嗎 選四個人 好 來規劃我們旅遊的行程 來我要問許俊偉 許俊偉俊偉哥 來你要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先選兩對夫妻檔 你告訴我這個方法是有幾種 我們有六對夫妻檔 那我選四個人嗎 如果有兩對夫妻檔的話 這裡要寫什麼 這還要想一下 這個 六對夫妻檔 所以是C什麼取什麼 你說 對 C6取2 六對選兩對出來 這樣不就結束了嗎 對不對 比如說我選到 大V小V這一對夫妻嘛 還有大E小E這一對夫妻 C6取2就好了 當然有些人比較龜毛一點 他說 他說 你選這兩對嘛 後面你猜有一些人龜毛一點 還會再寫什麼 他還會寫C2取2 再乘上什麼 C2取2 你知道為什麼他會寫這個東西嗎 他說因為你老公跟太太都要挑出來 這基本上是廢話對不對 C2取2 所以這種情況 告訴我算出來總共有幾種 15 有15種 對不對 兩對夫妻檔的情況有15種 這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黃醫生 不要玩手機我 沒有問題對不對 比較困難的是一對夫妻檔 你要仔細聽 一對夫妻檔怎麼算 你說快點你說 一對夫妻檔怎麼算 先C什麼取什麼 C6取1 好 選到一對夫妻檔 那這樣子我還缺幾個人 我還缺兩個人 我在301班有同學說 老師還缺兩個嘛 那剩下那兩個人要從 比如說這個C6取1 我選到的是大V小V這一對夫妻 請問我還剩幾個人 10個人 那個301級有同學說 老師那我後面再寫一個C10取2 就結束了 我再挑兩個就好了嘛 從10個再挑兩個 請問這樣寫有沒有問題 有 有什麼問題 你這個C10取2 有沒有可能選到大豬跟小豬 有啊 這種情況是不是就不行了 因為你只能有一對夫妻檔 那這個時候怎麼處理 你可以把不和的扣掉 C10取2 會有幾種不和的情況 大A小A同時被選到 大C小C 12345 有幾種情況不和 有五種情況不和 把它扣掉就好啦 有人是這樣做的嘛 來 這個算出來答案是多少呢 C6取1是6 C10取2是多少 45 再減掉這裡是5 45 減5是40 40 40乘6 240 這裡有240種情況 這裡有15種情況 最後把它合併 本題答案是多少 255種 正確答案 欸答案是255種 怎麼了怎麼了怎麼了 沒問題 沒有 第一次覺得自己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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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得自己怎麼樣 覺得自己 離答案很近 喔 離答案很近是不是 答案是255種 但是我們這邊當然要 我要多講一點東西喔 你仔細聽喔 同學在思考問題的時候總是有一些盲點 我教書教那麼多年有同學說老師我有一個想法你聽聽看 但是這個想法我最後答案是錯的 我先講想法 那個同學怎麼寫呢 他說C6曲1 你自己聽喔 他覺得他想法沒有漏洞但是答案是錯的 借我30秒我講一下 C6曲1妙問題對不對 請問你我這裡還有幾個人 幾個10個 他說那我要選剩下的兩個人不可以是夫妻對不對 那我先從這10個人裡面先選什麼 先選一個人 譬如說我選到的是大豬好了 接下來還差一個人 那個人我可不可以選他的配偶 不行 所以我還剩幾個人可以從裡面挑 八個 對吧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 所以這邊寫什麼 C8曲1 他說這樣不就可以了嗎 先挑一個啊 剩下那一個不能挑他的配偶 那我就從剩下八個再挑一個出來就好 可是答案是錯的 為什麼 我們下一節課再繼續講 謝謝各位同學 來 天姐謝謝 謝謝